杨子真是人红是非多,难得的一个国庆假期,居然上了两回热搜。 10月3日,杨子晒出和有人烤肉聚餐的画面,称,放假就是要去姐妹家聚会。 虽然粉丝都夸赞其状态很好,祝她玩得开心,但也有一些黑粉吐槽她不注重身材管理,吃得太油腻。 10月4日,杨子再次晒出一组出去游玩的照片,这一次是阳光灿烂的户外,杨子穿着米色的卫衣外套夹克,头戴宽松的渔夫帽,在山林中肆意的玩耍拍照,看上去十分惬意。 2020年的端午节,杨子和刘学义都晒出了粽子的画面,虽然粽子不一样,从晚的边缘可以看出时同一款。 其实,早在之前被曝和刘学义的恋情时,工作室就称,谣言止于智者,不肯停止的,都会依法取证,追究到底,明确否认了两人的恋情。 如今,网友在用这烂大街的同款在编排两人,实在是太离谱,刘学义和杨子都是很优秀的演员,希望多关注他们的作品,少一些莫须有的揣测吧,杨子刘学义同款眼镜。